大家好 欢迎来到建设工程教育网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学习教材的第三章 工程计量于计价的第三步 就是关于综合知识点的一些汇总 还有教材典型案例的我们的一个解析 那么前面两步呢 我们了解了考试大纲 也把我们这一章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点具备了 那么在这一章典型案例里面 当如果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最典型的那个案例 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三个字 图量价体 对吧 实图算量报价 图就是一个项目 让你根据这个项目算出相应的国标量或方案量 然后再组综合单价或合价 但在教材的这个案例的编写当中呢 它是从几个典型的案例要求我们去学习掌握 教材的这个典型案例一 也就第三章关于我们图建这个专业的第一个案例 就是清单工程量的计算 就是一个国标量的一个计算 我们经常把清单量也把它简单的把它盖过为 就叫图质量 就叫国标量 这个是我们40分的案例里面 有20分左右 就算这个清单量国标量 因为我们也清楚 在我们的一三版的清单计较规范里面 出现的词的频率最高的就是 某某分布分享工程 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 或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 或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长度计 都是设计图示尺寸 所以都是图质量 你看 所以我们也把它归纳为叫国标量 或叫清单量 当然了 我们这个课程 重点解决的就图建这个专业 具体来讲就建筑工程与装饰装修工程 关于它的分布分享和措施项目的 一个清单量的计算 所以我们在解决这个综合案例的时候 应该具体的知识点 就把一三版的这个关于建筑工程 与装饰装修工程 就我们的12位项目编码里面的第一位 叫01的 这个专业下的各个分布分享工程 包裹措施项目的各个清单计算规范 在不同案例背景里的应用 那我们把这些应用 把它用知识点的形式去总结的话 就是它都是基于图纸的一个应用 所以图纸我们一定要能读懂 而这个图纸这几年的考核越来越专业 它确实是希望真正从事造假工程师岗位 对这个岗位比较熟悉或长年或长期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的同志 所以它对图纸比较专业 它要求你在读图的基础上再完成其他 所以尤其是近三年来看 如果你图读懂了 那个清单量非常的简洁 它已经完全跟早年间的我们造假工程师考试的算量不一样 以前它是图纸基本上都能读懂 什么主粮板墙都最基础的或最基本的一些图 然后在移轴上有这个直线 这个定位轴线怎么移 那个作用作用怎么缩小 都是在这个尺寸上进行变化 而现在不是 现在是图纸非常的专业 比如像去年考的 就是基坑的一个知乎 某杠某索你要读懂了 它那个计算就非常的简洁 比如一米应该有多少吨的毛组 很快就能测算出来 那么全面来讲 对于一套完整的工程图纸 它通常是有三大部分组成 有建石、结石和摄石 那设备施工属于安装类 对于我们搞图件来讲 我们主要是读的是这么几类图 一叫建筑施工图 我们把它简称建石图 就是平立抛响土 了解这个建筑物的建筑形状 建筑形象以及功能分区 第二就是结构施工图 就很专业了 结构施工图 对于大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来讲 就是配金图 基础柱、梁、板、墙、楼梯 这些配金 然后因为钢筋也是我们最主要的主材 但真正考试的时候 在这配金图里面的钢筋 它不是以抽筋计算长度来考量你 一般以含量 就指标来考量你 所以真正在结构施工图里面 我们重点其实要 做的比较多的 其实就是关于混凝土 各种混凝土构建的一些计算 后面我们都陆续有它的一些训练 那么第三类图就是施工方案图 这个不是一般的设计图只有 一般设计图就见识解识 它是有些专项的设计 这个专项的设计 有的是直接设计院 有委托给设计出来 比如说锚干织户 土丁织户 地下连续墙织户等等 对吧 还有一些排装 带灌粮的这种织户 有的呢就直接就是施工组织设计里面 技术方案里面有一些方案图 比如它有综合脚手架 有落地式钢管脚手架等等这些图 让你根据这个方案 或者根据这样的专项训练的图纸 然后去计算相关的量 所以我就说这几年在考 稍微这个图纸上专业性体现 有难度 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之一 就是经常会考量你一些施工方案图 那话又说回来了 它毕竟是应试 应试它有一些应试的规律 我们也尝试着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跟踪 和我们的对这个考试大纲的把握 给大家一些这个学习上的一些建议 好这是我们知识点的第一个 就你要能读懂图 那第二就是算我们的清单量 就刚才说的 清单量具体来讲 如果是建筑工程 它体现在两个部分 一就分部分项的那些量怎么算 第二就是你的单价措施那些量 因为措施项目有分成总价和单价措施 总价措施项目是有计算技术乘以费率就得到的 只有单价措施项目才会有所谓的清单量 一说对吧 那么对于建筑工程 它主要的分部分项或实体工程就是土石方工程 有平整场地啊 挖基础土方啊 里面是挖基坑啊 一般挖基槽啊 还是大开挖 对吧 然后我们的基础回田或者防心回田 与土外运 第二就是地基处理 对吧 你这个如果是需要换土 如果需要夯实 甚至需要打桩 比如说一些地基桩 像灰土桩啊 CFG桩啊 等等这些 那么就属于地基处理 第三就是桩基 桩基线很多件 桩基一般都带着成台或带法板 那个桩就叫基础桩 就是像预制桩和我们的灌注桩 就属于桩基类 就是钢筋混凝土材质的就属于桩基 你说我打了这个桩 就是紧密地基用的提高地基承载能力用的 比如沙土桩 那属于地基桩 所以这个我们讲的桩基就指的基础桩 简单的来讲 就是钢筋混凝土的预制桩或灌注桩 预制桩就是你工厂预制好的管桩或者方桩 对吧 运到现场把打进去 压进去 还是振动进去 要不就现场成孔的 对吧 这个成孔灌注桩 现场成孔 现场掉放钢筋笼 现场交混凝土 这样实现的 这是装机 对吧 那么第四就是属于我们的钢筋混凝土部分 混凝土含钢筋混凝土 里面最主要的就是线交混凝土里面 和预制混凝土两大类 线交混凝土将基础柱 梁板 墙 楼梯 对吧 它的一些清单计算规范 主导都是体积 建筑工程的主导计量单位都是体积 它主导的来讲 主要的计量单位都是按体积走的 不像装饰装修 一会儿我们看 它的主导计量单位是按面积 所有视觉能到达的地方进行美化活动 那么建筑工程除了这以外 还有呢 防水保温这些功能性的一些项目 比如防水可以污面防水 可以是我们的地下室防水 对吧 卫生间厨房防水 污面防水比较典型的像卷材防水啊 这个算面积 对吧 像保温工程那样呢 保温工程就是节能工程的一种体现 要不就污面保温 一般算面积 要不就是外墙保温 算面积 对吧 这是建筑工程的 好 那么对于装饰装修工程呢 它主要的分布分享工程 主要是包裹三大面 一楼地面 二墙住面 三天棚 因为装饰装修工程是在建筑物的表面 视觉能到达的地方进行美化活动 那么建筑物的表面 就是三维的一个空间环境界定出来 所以它就三个面 地面 墙面 天棚 对吧 当地面分成 你是整体是地面 还快材地面 卷材地面 墙面分成外墙 内墙 是抹灰的 还贴紫圆的 对吧 那么像天棚呢 就是你直接试着顶棚 还是吊顶 然后除了这以外 像门窗工程 也是我们的这个装饰装修工程 像你要在墙面 或者是天棚刷涂料 或者贴壁纸 贴表壶 那么这些也属于是装饰装修工程 包括其他工程 就像厨房卫生间 有些地柜 吊柜 这些都属于其他工程 考制装饰装修工程 那不管是建筑还是装修 它都有相应的措施项目会发生 那其中很多单价措施项目 都是要算量单的 对吧 那么这些量单里面 国标里面 有一些规定 比如像垂直运输 就是一般都是按整个这建筑物的建筑面积级 垂直运输是多少量单 你这个建筑物要3000平建筑物 那么垂直运输就可以按3000 像土建的综合角手架也是按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是3000 综合角手架的清单量也3000 如果是满堂角手架呢 可能是这个水平同余面积 各个房间的 都要水平同余面积之和 那像超高增加的这些量单 我们现在讲的清单量怎么算呢 这个量单呢是指的是 比如像如果一层 那是超过20米才算有超高 如果是多层 那么超过六层以上的超高 比如说一共八层 那六层以下的不算 六层以上那两层 建筑面积可能就是要算超高量了 对吧 以及大量的混凝 线胶混凝土构建里的模板及支撑 有基础啊 柱梁板像墙这些模板 都是按这个模板跟混凝土 接触的面积 对吧 算它的清单量 所以清单工程量的计算 我们前面已经总结了 对于我们的40分的这道题 压轴的这道题里面 大概有一半的分值是在算清单 那么它跟前面的公共科目最相关的 就是三个公共科目里面 技术与计量的最后那一章 对吧 就是清单工程量的一些解析 对吧 规范 那么那个是一些规范的一些解读 到我们这直接就是这些规范的一些应用 好 那么关于我们这个这一章的图量价题 的第一种典型提醒 我们说石图算量 没有价格 那我们就选取了教材的案例 一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要把图读的 要把他土建的一些量 装修的一些量 以及他的一些 不管是分不分下的措施项目都要算出来 那我们先来熟悉一下他的背景资料 某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物 一共四层 这是一个框架结构 那我们去读这些背景资料的时候 其实对于专业人士来讲 就很清楚的要知道这里面可能会有哪些构建 比如框架结构 就里面肯定会有框柱 肯定会有框梁 这些框柱框梁就是它最主要的沉重构建 那么是钢筋混凝土的 那主要材质就是钢筋混凝土的框柱和框梁 对吧 那么首层的层高是四米二给了 那么这层高从哪算哪呀 首层的层高就是指的从首层的地面 建筑标高 零零标高 一直算到二层的地面 二层的应该严格讲二层叫楼面 对吧 算到二层的楼面标高四米二 那么这个两者之间的高度 或者叫高差就叫层高 正常的层高 比如二层的层高 比如二层到四层它层高 分别是三米九 那二层的层高从哪呢 从二楼的楼面标高 算到它上一层的三层的楼面标高 这两个标高之间的差值 就是层高 建筑对建筑 结构对结构 如果你拿这个图 是二层的结构标高 那就算了它三层的结构标高 这个之间的高度 就是我们的层高 这点是要清楚的 那么对于首层的平面图 柱的独立基础的平面图 首层平面图有了 有基础的图 这个独机配金图 还有柱网 有矿柱的布置于配金图 还有梁 柱梁板包裹板 板梁柱基础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房屋工程里面的图例 它都给了 那么一会儿我们再展开看 我们先把所有的跟这个案例有关的文字部分 我们先读完 然后一会儿我们去结合图例 这个矿柱的柱顶的结构标高 因为它四层嘛 从哪算起呢 墙高 首层的墙高 它说不是从00标高往上弃的 它是弃在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基础梁 这个基础梁 就是我们这个墙的调基 而这基础梁的顶标高在哪 在负0.2的位置 所以这个墙 它的首层的墙 墙高要从哪算起 从负的0.2以上往上算 比如首层的墙高 要从负的0.2一直到4.2 这个位置 高度范围内的 强的都算是首层 所以这点描述我们也要清楚 不是我们简单的理解 首层的墙都是从00标高弃的 墙体它底下的也是有个调基的 它是弃在这个基础梁上的 那么墙体的采用的 弃柱的时候采用的沙浆 是M5号的混合沙浆 因为它基本都在地平以上了 对吧 所以它可以用混合沙浆 要全在地下呢 它应该用水泥沙浆 对吧 这个混合沙浆标号也不高 M5 比它要高一号就M7.5 对吧 再看这个建筑物里面的门和窗的信息 门一是为1900乘以3300毫米的铝合金平开门 一般我们直接把它读为就是 1米9乘3米3 一般超过1米的以上的数字 我们在表述的时候 直接读米 如果超过低于1米以下 我们直接读数字 比如说这个女儿墙高600高 那肯定就600毫米 说这个墙高3米3 对吧 一般超过1米以上 我们就直接用米去描述 这样呢 对于我们常规的认识呢 就比较好理解 那门既有规格尺寸 这1米90宽 这个3米3是高 它是材质呢 是铝合金 开启方式是停开的 那么窗一呢 是为2米1乘2米4的铝合金推拉窗 窗一有规格 这个2米1依然是这个窗宽 这个2米4就它的窗的高度 这个材质也是铝合金 开启的方式是推拉式 那窗户还有第二种规格 窗二是1米2乘2米4 高度都一样都2米4 窗三呢 是为1米8乘2米4 所以这三个窗的规格呢 就是一个2米1米2 1米8 高度大家都一样 有宽度有长有短 窗台的高度是900高 门直接是落地的 对吧 但窗台是有一个 它不是说落地窗 所以窗台高900毫米 门窗洞口上 它都设有钢筋和凝土过量 它这是直接给出了结论 有的时候我们一般在 工程实践当中 有没有过量 其实你要判断一下 对吧 有的直接门窗上面 这个比较高的话 直接顶着上面框架梁 框架梁间做过量 就有很多门窗上面 是没有过量的 这个案例呢 所有的门窗洞口上 都设过量 后面我们给大家判断一下 为什么有 那么这个过量的截面尺寸是 240 x 180 240是它的宽 180是它的高 这过量 这个是都是钢筋混凝土的 规格也给了 过量两端 各生出洞口 250毫米 那么这个过量 它就都在洞口上面出现 门窗洞口上面 有个钢筋混凝土的过量 看这个钢筋混凝土过量 然后它这个过量的作用 一我抵抗核载 第二我把核载 再传递核载 保证你这洞口在上面 气块底下它不塌 所以这是钢筋混凝土的 这个过量 过量的高都是180 这给了过量的宽 就与墙同宽 墙不是24墙吗 那过量的长 就看你搁哪洞口上 比如说你搁到窗衣上 那窗衣是2米1 那么左边再加个250 右边加个250 那就加个500毫米0.5 那就变成了2米6长 这个过量 对吧 比如窗衣 那如果这是个窗衣的洞口 窗衣本身这是2米1 那么你这边是0.25米 对吧 这个0.25米 那你整个过量的长 不就是2米6吗 所以这个过量 后面要判断的时候 要注意 过量算体积的时候 它的过量的宽 过量的高在这 过量的长 那你看在哪个洞口上 在洞口宽度的基础上 那这个宽度的基础上 再分别加上它搭的两头 但也你说这两头 是不是有时候 如果正好顶上框架住了 那就不需要 对吧 那一会儿我们再看 我们的这个案例的背景 好继续看 这个工程的 其他的一些信息 概况 本工程的抗传释放烈度 是6度 那么抗传释放烈度 是比较低的 我们国内的抗传释放烈度 是6到9度 最低是6度 最高是9度 现在汶川地区 重建的时候 都按9度走 像北京 天津 河北 现在津津济济了 协同发展 现在都是按 设防烈度8度 国内大概 最常见的 比较广泛的 都是抗传释放烈度 是7度 对吧 那么像这6度的 可能是在 像上海 像杭州 苏州 这几个地方 抗传释放烈度 是很多 是能设6度 是国内最低的 比较 说明这些地区 都宜居城市 从抗震的角度来讲 历史上基本上没有记录 有地震的现象发生 好 继续看 抗震等级是为4级 框架结构 抗震等级为4级 抗震等级跟设防烈度不一样 设防烈度是跟你区域有关 比如天津的抗震设防烈度 是8度 现在 那抗震等级你这建筑屋几级 一共可以分成4级 1级是最高的 4级是最低的 比如同样是办公楼 有的办公楼同样在天津 它要求级别比较高 可能市政府的办公楼 也它抗震等级是1级 像一般普通的有些 办公楼可能就1到2层 设计使用年限也比较短 那抗震等级就可能是4级 抗震等级越低 那么你所涉及到的 钢筋的毛固长度就比较短 对吧 所以我们说抗震 如果狭义的去理解 就可以理解为 就是抗震要求高的 钢筋的含量就要高 尤其节点的地方要加密 如果是抗震等级低一点 对吧 或设防烈度低一点 那你的毛固的量 对吧 两个构建之间相互 钢筋的毛固量也可以少一点 那再看他们的混凝土标号 说两板柱标号 都是按C30 都是混凝土 C30 是预办混凝土 那我在这预办混凝土 给我们现场的那些 自称自己 孝称自己小白学院 但其实这个小白也并不可怕 所有的人都从小白过来 有时候就十点不一样 对吧 有的可能是几年前 他是小白 现在是业内原事 有的是十几年前 现在已经是专家了 所以我觉得只要学习 现在也提倡终身学习 永远都在路上 对吧 那但是确实对于 我们在大仪的时候 我遇到很多学员 就是问 说这个玉半混凝土 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 玉制混凝土 这可完全不同的概念 这个学员要清楚 玉半混凝土 是指着跟谁要区别呀 玉半混凝土 是指着跟 现场搅拌的混凝土 与现场搅拌 现场 与现场搅拌混凝土 区别 它会说对应 比如说外墙 什么叫外墙 是针对内墙而言的 什么叫纵墙 纵墙针对横墙 纵横墙是比较 那么这个玉半混凝土 就是跟现场搅拌的混凝土 它们俩是一对 再理解的 我们再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我们说的玉半混凝土 就是指着商品混凝土 就指着商混 就混凝土搅拌站出来的 到现场呢 直接我就交注 镇倒养护就可以了 这个叫玉半混凝土 我们现在大量的就现场 从文明施工的角度 从环保的角度 都是要求用玉半混凝土 就都从搅拌站买 对吧 然后到时候现场交注 很多都迸送 直接加软管就交了 对吧 这个是现在最常见的 如果对于个别地方 就非常的偏远 你运商品混凝土很难 你现场把水泥沙子 水石子 搁一块搅拌 那叫现场搅拌混凝土 对吧 所以这点是要区别 玉半混凝土 可不是玉制混凝土 那玉制混凝土要两板 那玉制好的 那就装配室啊 我直接在工厂玉制好 到现场 我直接注两板 一安装就行了 所以玉半混凝土 它不等同于 玉制混凝土 这一定要注意啊 尤其我们那个初学者 有时候看看 看看自己就昏了 对吧 我们的如果是一个 玉制混凝土 那就是装配室啊 对吧 现在有叠合梁 叠合板 对吧 这是有的 所以读题的时候 我们要清楚 这个就是线 就是线交混凝土 它是要织模板的 只是它采用的材质 是商品混凝土 是商品混凝土而已 钢筋的保护层厚度 板呢是为15毫米 梁柱呢 比它大一点25毫米 一般基础就会再大一点 35毫米 对吧 一般如果有电层 还有个40毫米 那么楼板的厚度有两种 一个是150厚 一个是100厚 这是板厚 好 那么关于柱 梁 板 门 窗 墙 它的基本的文字信息到这 那接下来这个字案段 就是装修的信息 它整个这个屋子 它有快料地面 都有地面嘛 一楼就肯定地面 二楼就叫楼面 快料的地面 自下而上的做法是 先是速土夯石 你可以理解为是防新灰田 对吧 然后300厚的3比7的灰土夯石 它一个是原土夯 一个在买土 三区灰土来夯 然后是660厚 60厚的C15的塑和泥土电层 然后再塑水泥浆一道 这个是我们的基本做法 最上面呢 就是铺了瓷砖 在铺石砖的时候 用的是25个厚的 1比3的水泥沙浆结合层 最后是800乘800的全瓷砖去贴 贴完了以后 是白水泥擦缝 那么快料地面 如果我们说构造层次 它是有一个构造层次 你看两个构造层次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如果再也加一个七个 它由七个主要工序组成 但最核心的 就是装修 我就看你装修完了以后 你的面层是什么 我们这其实就是地砖 就是块材 是它最核心的 一个清单的一个项目 这是地面的做法 那再看它踢脚线 说踢脚线的 木质踢脚线高是150毫米 踢脚线它都是拿木质的 基层呢为九个厚的胶盒板 面层为红举木的装饰板 然后上口再贴一个钉木线 就是木质踢脚线 这是踢脚线 然后我们再来看柱面的装饰 柱面也有 柱面的装饰做法呢是 先在柱表面 先有龙骨 打完龙骨 龙骨的是25x25的这个龙骨厚度 对吧 然后在基层呢贴个九个厚的胶盒板 最后面层是三个厚的 红举木装饰板 注意这个三个厚 三个厚呢在我们这个教材的 背景资料本子里面没给出 但实际在后面已知的 就是这个著名的装饰做法里面 它在它的项目特征里面 给的很明确 就它的构造层次 它就是一个贴装饰板嘛 三个构造层次 一先有龙骨 龙骨完了以后 表面再先贴一个这个胶盒板 胶盒板的表面最后贴一个 仿石木的这个装饰板 对吧 这是柱面 好 那我们再看天棚 它说天棚采用的是吊顶 不是直接是顶棚 是吊顶 是青钢龙骨矿棉板的一个吊顶 然后吊顶里面也有龙骨 对吧 面层呢是用的是矿棉吸生板 对吧 就是一个吊顶 那么吊顶 首层吊顶的底标高是三米四 所以你要做装修 墙面要装修 就做到三米四高就可以了 一吊顶就到三米四 那么三米四以上的那空的那部分 就不用再做美化活动了 所以首层吊顶底标高 三米四就是你算墙的装饰量的时候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 是装饰量 你不能说 这器主应该到哪就到哪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装饰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图给大家展示 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 我拿那个GT-GO 2021 就是管联达算量软件的一个三维算量的那个 闭幕算量 我给大家画的 最后出来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三维效果 就给我们这一图 基础有独立基础 然后有柱 绿色的是柱 柱上面就是框架 这是框柱吗 这就是框架梁 看到吗 框架梁上面铺满了灰色的 这就是板 这是框柱 这是框梁 这是板 对吧 柱梁板 然后底下对应它都是毒机 都是一个棱台式的基础 然后你看这墙 墙是从哪起呢 从基础梁上起 所以这一圈都基础梁 放弃墙 然后墙里面有门窗 对吧 门窗上面你看有红颜色过梁 门上面也有过梁 对吧 窗上面也有过梁 这是把基础柱梁板墙门窗过梁都表达清楚了 包括基础底下你看有电层 对吧 从下到上就是做的 就是如果是施工的工艺是这样 先把土房挖 挖完了 把土房挖完了 挖完了以后 燕槽合格了 那我先做电层 电层完了做基础 基础做完了做这个柱 柱完了做完了做梁 梁做完了 然后板搭在梁上 整个的主体有了 然后二次弃柱的时候 再把墙器上 把这个门窗装上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三维图 帮助大家较好的去理解 那么实际上真正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看到的是这种三维图形 都是现在给的就是平立抛降图 当然了 随着我们这个变化 我们现在这个像Ravit 这个在设计里面都已经进入 以后基本都电子的图的年代 平立抛降图 包括三维图可以实时的就不展现 那现在我们的考试考你的是专业水准 大量的工程图 只拿到手里的 都是我们CED画出来的平立抛面图 那么我们给出的 首层平面图 就是传统的CED图 考试一般都是考的是这种 对吧 它不可能给你三维图 对吧 都是考的是这种平立抛降图 或者说结构的这个配型的降图 那我们先把这个首层平面图 先一起带着大家把它读一遍 把最基础的储存 对于首层平面图呢 我们拿到的 对于绘图者来讲呢 它这个怎么画出来的 它是把这个人 就绘制者 站在你首层 然后用一个假想的一个水平面 沿着这个首层的窗台的位置 把它切开 水平切开 上面都挪走 下面往下投影 投影下来这些图线部分 就是我们的首层平面图 所以你看首层平面图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先可以读到 大体上这几个信息 第一看它的大体的形状 比如它的形状 你看我们来看 它是基本上是一个近似于方形 其实还有一个矩形 因为你看从它的 这边的长看是15米5 这边的这个长是13米7 几乎于一个正方形 偏方但还是个矩形 是这样的形状 第二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定位轴线 素质轴线就开间之间 1到2轴是7米5 2到3轴是7米5 这是定位轴线 然后呢 它的近伸呢 是由A到B轴是5米4 B到C轴是2米4 对吧 然后这个C到D轴呢 是5米4 这是它的近伸的尺寸 然后整个投影下来以后 我们可以以参观者的身份 进入我们这个首层平面 比如先找到出路口大门 那么整个这个建筑物 出路口大门 它是在这出现的 你看 在E轴和B C轴之间 如果我们假定 这个图是我们标准的 比如坐北长南 这上北下南 左西右东 对吧 最基本的这个 那就这个门了 开在西表 就一个门一 就刚才我们读的 1米9成3米3的这个门 1米9宽 高度3米3 从这出路 自来 自来整个空间 它是一个大空间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一个大会议室 或者是大一个大教室 或者是一个大的一个商场 对吧 4S店等等 它这最大特点 就只有外墙 它一圈 没有内墙 对吧 那么既然是框架结构 我们看到的这个图 黑的这框 这一个小方框 就是我们的框柱 一共是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十二根框柱 对吧 那么首层的建筑标高 你看是从零零标高 开始标注的 那么在外墙上面 它都有门窗洞口 一门是出路 那么窗户呢 就采光通风眺望 对吧 那我们看窗户的规格 有三种 一个是窗一 一二三四 你看窗一 五六七八 八堂窗一 在南北两边 窗二呢 就这一堂 对吧 在东边 在BC轴和三轴之间 然后窗三呢 一堂两堂 三堂四堂 对吧 窗三的规格 在这 这窗户都两米四高 宽不一样 看这有一米八的 对吧 有两米一的 这里也有两米一的 而这地方一米二了 都有 那么所存平面图 我们还能读到 它的这个散水 你看 这四周一圈是散水 散水的宽度900 然后这一圈都是散水 外面一圈 上面雨水来了 往外排 以防雨水往墙深里 涩 对吧 这些散水 那出路口大门 都是三面上沿 台阶式的 不是坡道式的 那这边可以上 这边可以上 这边都台阶式的 好 这样我们就基本上 把这个守层图读懂了 结论就是工程概况 就它的基本是一个举形 对吧 长是15米5 最外边长线 所以这边的最外边的宽 是13米7 矿柱能看到有12根 对吧 一个出路口大门 对吧 然后有三种规格的窗户 都在这 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守层平面图 我们用三维的去看 那就是这个 是吧 你看整体三维图 前面我们看到这三维 是朝着这个 你看 西边这样的看 看到这个有个门 是吧 你看 这样的三维图 这是三根柱 这是个门 看到 然后如果我们从这边看 从这些 东边看 这是没门 这是个 这是三种 三个窗户 当然这是一种规格 这俩规格 那你看到就这个 对吧 我们从这边看 这就是东边 你看这边不是门了 这是窗 这是刚才我们看窗 这两床窗三 对吧 我们都是能够看到的 然后如果我们从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来看 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南里面 四个窗 一一二三四 南里面 跟北地面基本上一样 北地面也是一二三四 主导来看 有四个窗一 对吧 然后东地面就刚才说了 有一个窗二 两个窗三 对吧 东地面 它没带门 但对于西地面 看到了 这就是门一了 对吧 这是我们的窗三 这是窗三 这都大概就能够读懂 那我们再看基础图 那么教材里给的基础图 我们来看 从这个基础给了一个坡面 对吧 或者叫想图 还给了一个平面 那我们先看这个坡面 这上面这是柱 这是矿柱 矿柱的核载传递给我们这个独立基础 独立基础就这块就是独立基础 我把它圈出来 对吧 它是一个棱台式的 或是坡式的 你看上面有点坡 底下有底板 这个独立基础的高度 一共是500高 底下垂直的底板高度是300 上面你看带棱台的 带点坡的是200高 一共这个基础是500厚 也就这个基础顶部的标高是多少 底部是-1米8 那-500那就-1米3 这就是顶部 基础顶部的标高 也是你这根柱的底标高 对吧 你传递核载的时候 是柱的核载传递给基础 基础再传递给往下地基 那么下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电层 电层100厚 那么电层 它也可以找到它对应的尺寸 那我们从这来看 这是它的平面图 从平面图来看 这是1米1米2米 那这2米这2米 2米乘2米 指的是你这个基础的底部的宽度 注意啊 这2米不是电层的宽度 这是2米 指的是基础底部的宽度 是2米乘2米 是一个方的 对吧 那么如果你要加按电层呢 电层都四周 都给它放出去100 一般就是这地方放出去100 我们就把它直接给它细化 这是电层 所以它画这个投影的时候 这是原来画的那个 都是我们指的是基础底部的 2米乘2米 那你的电层呢 这边100 这边100 那你要电层就是2米2乘2米2 注意 电层的厚度从这读 对吧 这点要清楚 那你看这个 整个这个棱台基础 它的上表面 你看这个宽度是多少 从这儿到这儿 那么这个宽度 不是住宽 住在这儿啊 500乘500以后我们住 这个不是啊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读到的这个位置 这里面的是250 250是500 就这个柱是500乘500的 是指的里面 然后这边放出100 这边放出100 那这个地方就是700 看到吗 同理这边也是 这个到这儿 这也是700 这个100这100 所以你要读到这儿 最后我们会 如果全面来看 这个柱是500乘500的柱 然后底下呢 到这个地方是700 就这个柱是500 到这个我说 独立基础的上表面 这宽是700乘700 钢筋的这个 我们先略过啊 最后在看它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头来 补一下钢筋啊 因为钢筋从这些年考试来看 独立的让你去算某个钢筋的长度算量 这种可考性很小啊 现在这几年的考试 考钢筋量的时候都按什么考 按指标 比如说你这个基础 基础的混凝土量算出来了 然后它告诉你 假定这基础 每个立方米的基础里面 含了0.07吨钢筋 那么问你一共有多少钢筋 测算一下 比如这柱也是 这个柱已经混凝土量了 你算 算完了告诉你 以至这种柱 每个立方米的混凝土 含了0.15吨或0.14吨 它的钢筋 让你把钢筋测算一下 这种指标法现在考的很多 因为它要单独考你 就是抽筋计算 我们说把一根钢筋拿出来 它需要给你的补充的图籍 尤其平法图籍 太丰富了 太麻烦了 太多了 所以我们从硬式的角度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总结 就钢筋你能基本读懂 对于如果初学者 你钢筋可以略过 对吧 你对于如果是我们专业人士 你最基本的钢筋信息 能够从平法标注 图纸上能读懂就行了 对吧 那么对于我们小白 就可以简单理解为 说钢筋我先放一放 对吧 我先把所有的宣读 都会了 如果到最后有时间 我们再来突破 没有时间 这种可考性比较小 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在这种授课的时候 我们也在讲 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吧 除非特殊的情况 它在特殊的情况 你说二十分的量 也不可能都算钢筋 如果就里面 二十分的量 要算六个量 里面就有一个算钢筋 那那个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需要花的时间 专业需要的素养 确实要求比较高 时间比较长 好 那么这个关于独立基础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到这 如果用一个 三维的详图来看 你看 就是一共十二根柱 每根柱底下都对应的基础 你看基础都是棱台的 带坡的 基础底下有电层 电层的宽呢 我们看 两米二乘两米二 这个基础最底下 底面是两米乘两米 对吧 上面顶面是700乘700 好 那我们再来看柱 柱两板都得看看 先看柱 柱的位置 我们已经找到了 刚才在平面图就知道 所有定位轴线交接的地方 有素质轴线和字母轴线 交接的地方都有柱 所以读到了 一共柱的 这个个数 一共是十二根 对吧 十二根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一读呢 十二根柱都是一种规格 它比较简单 它都矿柱一 一共十二根 对吧 十二根矿柱一 那就是这个结论 那这矿柱一的信息呢 我们现在读 先就只读 它最基本的规格尺寸 有这矿柱用的是C30的 那么它的规格呢 就是五百乘五百 就是一个方柱 那么在定位轴线定位的 全是居中的 看到吗 就是二百五 二百五 二百五 不管是数值轴线 还是字母轴线 这个定位轴线 都定的是 这个矿柱的中心线 这个定位轴线要看懂 你看七米五 七米五 都是在柱的中心线 你看这五米四 两米四 这是两米四 对吧 这是五米四 好 这就是关于矿柱的 基本的我们的位置 规格 然后这个情况都了解了 那我们看这个 三位的图 这蓝色的就是我们的矿柱 对吧 一共十二个 对应的 然后矿柱弄完了 上面就得做凉 所以梁呢 我们先来看它的 平法标注的 就是梁的一个配金图 我们也是先把 钢筋部分 我们先给它放一下 到后面再 我们再来看 那么关于这个梁 给我们的图是 一层顶 这一层顶 就是二楼的楼面 再说的具体一点 就是四米二 这个标高位置上的 这个梁的这个图 这梁的图呢 关于钢筋那部分 我们先把它往后放 我们现在在读的就是 把这个梁的 它的一类型 二规格 混凝图标号 位置把它读懂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现在这个梁都是矿梁 因为都搭在矿柱上 分别有哪几种规格呢 先看有编号 有矿梁一 你看 有矿梁二在这 有矿梁三在这 有矿梁四在这 一共呢 这矿加梁的规格 是矿梁一 矿梁四 这个都是拼字母的 这柯王矿 这那样梁 都拼字母的第一个 矿柱配字也是 这矿梁就四种规格 那么这四种规格呢 如果我们不考虑它钢筋的话 你会发现 这四种类型的柱 它的规格都是一样的 就宽和高 你看 这三百乘六百 这也三百乘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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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这个 规格尺寸都是三百乘六百 就B乘以H 这都一样 但配金不一样 到位置不一样 那先看矿梁一 矿梁一的宽和高 我们知道了 B乘以H是三百乘六百 那矿梁一的起始位置在哪呢 读它的这个 后面的双括号二 两框 两框就说明 这矿梁一里面 至少有三个矿柱 这是第一框 七米五 这是一框 所以一框就这样 这是两框 底下我得枝座 学过力学的 这底下有个枝座 这就叫一框 如果后面再过来 再也有一个枝座 这不就两框 这不第一框啊 这是第二框 对吧 这是两框 如果这两边再挑出去 那叫悬挑端 A 如果两侧都挑出去 那叫B 所以它平法标注 有很多规定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来讲呢 它就双括号二 就表示就两框 如果是2A 那就有一侧悬条 2B就两侧悬条 它没有 那就我们说 这是第一框 这是第二框 对吧 架到这 所以这个矿梁 一的起始 就从这起 到这结束 就是这样 就直到它的位置 以此类推 比如说我们这个矿梁四 对吧 这矿梁四 你看 它也是两 矿梁四是双括号三 三框 那三框呢 就是你看 这是第一框 这是第二框 这是第三框 就说明这个矿梁四 起从这起 然后到这结束 对吧 一共中间第一框 第二框 第三框 对吧 然后这个支柱 就是它的矿柱 对吧 就是这点是要清楚的 规格尺寸也都能看到 那么同理 这个矿梁三呢 也是三框 这是关于我们梁的这个图例 我们就读到这 这不就是可以读出 你看 这不这个梁 第一框 这矿梁一 第一框 第二框 对吧 这刚才我们分析的矿梁四 第一框 第二框 第三框 三框 对吧 这就是多 通过三维图 你就看得很清楚 对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板 板呢 从教材提供的 我们说的 这个CD 平法标注的 这种板 我们先看 它给出的是 哪个高度范围 也是一层顶板 这一层顶板 也是指的 四米二的 那个标高的地方 它对应那块板 你就相当 二楼的楼板 一楼的顶板 就是二楼的楼板 那这个板的信息 我们也能从土上识读 它一共 板的规格就两种 一种是楼板一 楼板一跟 一块两块 三块 四块 看到吗 楼板一的信息在这 这叫楼板 楼板一 第二个就是楼板二 这个楼板二 这是楼板二 那读也可以读得很清楚 楼板一是四块 楼板二是两块 也有学员提问的时候问 说你看这楼板一 不是这一块 跟这块长得一样 为什么把这一大块 都叫楼板一 支座不一样 你看 这个楼板一 它是指着这个区域范围 那么这个区域范围 就一二三四 这四个边两 就是我这个楼板一的 四边的支座 它正好是个双向版 四边传立 那么这有个楼板一 那就说明你这个楼板一的 这个范围 就这个边两里面的 这一部分 是你的楼板一 然后这四根 是你的支座 对吧 就有支座附近 所以楼板 你要是整个这 哗一哗 这算一块楼板 那么你就这块楼板传立 就是一二三四 往这传立 这中间这根 两就没有传立了 对吧 所以一定按它的要求 它的楼板 你看这个楼板 两个楼板二 那说明这个楼板二的区域 边界就在这个区域 这个楼板二就在这个区域 对吧 所以楼板你在哪个区域 那么你就知道你这个区域范围 比如像我们这种双向版 就四边传立 那就有支座附近 对吧 因为你那上面就有出现副弯局 需要支座附近去抵抗 好 那么这样我们把这个楼板 楼板的图纸 我们也通过这个读动了 那楼板的最基本的规格呢 是从这看楼板的厚度 你看这个楼板一厚是150厚 这个楼板一厚是100厚 所以楼板两种厚度规则 对吧 一个150一个110 然后配金各自是不同 位置不同 但它都是C30的混凝土标号 到最后你要是可以把 都是平板的话是可以合并的 混凝土标号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把这块板 如果通过三维图看看 就这灰色的 这个区域不就楼板一 你看 这也是楼板一 这也是楼板一 这是楼板一 这是二 对吧 这是楼板 这一块和中间这两块是楼板 这边上这四块都是楼板一 都能看到 我是把钢筋都画上 底板 直坐附近 好 这样 我们就把这个 这套图纸 整体的 这个通过它的CD的平立 抛祥图 以及结合我们的三维图 给大家做了一个说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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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